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日更频道。 有没有想过一个面容和善的乡村教师 竟然做出一些令人无骨悚然的案件, 到底是什么这么深仇大恨, 去令到一个内念民政的语民老师 将整个村庄的男女老少全部送上西天呢? 这次案发地点在港西藏族自治区的河池市 河池市的东部是风景余画的罗承波鲁族自治园 2013年3月26日下午, 在罗承当地一间叫香格里拉的大饭店里面 发生了一宗相当诡异的杀人事件。 在当日下午2点左右, 这间賓館服务员打开一个客人房间 准备打扫卫生, 但房间里面是吓死她的, 怎讲呢? 在这间凌亂不堪的房间里面, 墙和地面全部血迹, 而且刚刚入门的墙角边边也有一个好得人驚的脚印。 这个服务员可以讲得上, 嚇到脚都震了, 然后他打了报警电话。 罗承警方即刻去到案发现场, 出事的客房位于宾馆7楼的一个普通标间。 办案的警员打开房门, 眼前的景象也吓死他们, 有个男人躺在床边, 面部潮下无生命迹象。 经过法医的初步诊断, 这个男人的年龄大约20岁左右, 死亡时间应该是当日上午11点。 致命的伤口就在死者头部, 法医推测案发的时候, 这个男人应该是被人用一个鈍器连续重击导致头骨破裂。 在房间的墙面上警方发现大量的噴灑式血迹, 地面上亦都有被宠物刮过拆过的痕迹。 即是说, 这个地方是发生过一场相当激烈的打道, 而在房间的床上, 警方发现了一粒子弹, 还有一个手枪套, 但是枪已经不知所中了。 而负责调查的警员唯有对房间进行地毯式搜查, 结果他们发现了一幕意想不到的情景。 在房间的床下底, 还有一对脚露了出来, 当时负责调查的警员又再吓多次, 跟着他们即刻撤离了现场, 完成武装戒备。 因为床下底这一个人, 和在床边的死者类似, 这个男人同样都被一些鈍气猛烈重击, 而他的死亡时间比床边的死者早了一小时。 这两个死者的死亡方式还有致命伤位置, 说得上完全一样。 所以法医推断在空案现场可能有第三者, 而通过对现场的进一步调查, 在床下警方在床边的死者身上找到一张身份证, 上面写着死者的名叫謝永伍, 21岁, 羅成本地人士。 床下底的死者警方也很快便认出他身份, 他姓謝45岁, 同样都是羅成本地人士。 而这个謝某在羅成的原城开了一间KTV娱乐场, 社会关系就比较复杂了。 虽然两个死者的身份已经基本确定, 但令到羅成警方觉得奇怪的是, 謝永伍和謝某这两个年龄相差, 原殊的男人为什么会出现在同一个宾馆房间里, 杀他们的作案空手到底是什么人? 他们在案发现场有没有留下一些很重要的蛛丝马跡呢? 罗成警方首先提取了案发现场所留下的全部血迹和指纹, 然后他们也提取了宾馆里面的监控影片。 结果出人意料, 有一个匪夷所思的身影出现在警方面前, 案发的这个宾馆位于羅成完成的一个相对繁荣的街道, 一听到发生命案, 当地居民走过来围观, 办案的警员理不到那么多, 他们立即派出偵查员趕去其中一个死者謝某的家, 謝某的老婆吴某知道这件事之后忍不住哭, 吴某就说案发之前他曾经打过电话给自己老公, 问他中午要不要回来吃饭, 虽然手机打通了, 但电话竟然是另一个男人听的。 这个男人告诉他, 说謝某在去厕所, 叫他待会再打过来, 但他再打回去给老公的时候, 竟然变成关机状态打不通, 吴某亦补充当时接电话的男人, 是本地厚音来的, 但他未听过这一把声。 而老公在外面经营KTV的事, 吴某就说他不清楚, 然后警方又去另一个受害者, 謝某五家里进行调查, 謝某五的爸爸謝代偉, 他刚刚上山打猎还未回。 根据謝某五的妈妈陈述, 小五一直都是完成到学开车, 平时比较少回来, 他们就不了解小五的社交状况。 而在死者家属的调查里面, 罗承警方是找不到任何有用的线索, 就在这个时候, 来案发现场的调查小组, 他们就在宾馆监控影片中找到一个可疑的男子, 在监控的画面中显示, 案发当日上午9点59分, 两个中年男人相当亲密地向事发单位走过去。 由身形上判断, 画面右边的这个男人应该是受害者謝某, 而左边的人他有少少光头, 虽然不是另一个受害者謝某五, 但按照正常来说, 这个有些光头的男人很有可能就是犯案的兇手。 去到当日中午的12点34分, 有一个男人就在房间走过出来头上带着一顶棒球帽对眼, 左望右望然之后拿着个袋轻轻松松离开了案发的房间。 由于这个宾馆的监控画面实在太差, 警方是认不出这个男人到底是什么样子, 但由他的身材上看, 他应该就是刚才那个有些光头的男人。 而警方觉得奇怪的就是在完整监控影片中另一个受害者謝某五, 他由头到尾都没有在宾馆走廊出现过, 会到底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进去房间的呢? 警方决定调取宾馆的开房记录去查下, 结果发现更大的疑惑竟然是来自宾馆的开房登记系统。 这个本来能够提供关键线索的开房系统, 竟然好巧妙地在当日出现故障, 罗城警方一时间无办法在里面查到当日开房人的所有信息, 唯一能够倚靠的, 得回前台服务员的模糊印象。 根据一个姓陈的服务员描述, 案发当日过来开房的是一个新型微叛的中年离头男人, 有本地口音,身高米6至65之间。 这些特征和之前走房调查的结果, 还有监控影片的画面, 基本上都是吻合的, 令人疑惑的是这个男人竟然一口气, 开了三间房, 抢案发建这个房间之外, 另外两个房间就没入住。 警方在另外两个空置的房间里面调查过, 也都找不到任何可疑的痕迹。 整个案件查到这里, 警方都仍然是一头无水。 这一个微叛又离头的中年男人, 是不是与这案件有关联呢? 而且还要故意乔庄打扮, 是有些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而警方在案发的房间里面, 法医提取了八十多处的血迹, 他们希望通过这些血迹, 找出嫌疑人的真实身份。 但是这里做对比做分析, 至少需要几日的时间。 就在这个时间, 警方在案发现场的调查又有新发现, 在厕所的一个垃圾桶里面, 偵查的警员找到一些已经撕碎了的纸片, 这堆税纸里面是写着中文和数字, 但是纸片撕到好碎, 查案的警员一时间看不清楚到底写了些什么, 于是他们好认真地清理了这些税纸, 一共一百多片, 当中有部份的纸已经被水浸过, 上面的字迹模糊不清。 为了搞清楚这些纸上面的内容, 调查员将所有税纸带回公安局进行空干处理, 经过仔细处理和拼接之后, 其中一张纸至之还原到上面所记录的内容, 令到公安局的警员好震惊, 在纸片上面清清楚楚写着八个人的名字和他们的联络电话, 而死者小五和謝某的名字亦都在上面, 在每个名字面前都写着一组时间和编号, 其中小五的名字写着10点, 謝某的名字是11点, 起初罗城的警方以为这一个是请客的清单来的, 但是在名单上方亦都写着一个物件的准备清单, 譬如水果刀、铁棒、鸭嘴帽、枪、三库、香水开三个房间, 即是说这个物件是和之前的调查结果是有紧密关联的, 他们突然之间意识到这一份很有可能是杀人名单来的, 而名单上面的两个死者应该就是之前被铁棒打到死了的人, 而在案发现场所发现的枪套和子弹, 嫌疑人亦都在宾馆开了三间房间, 之后又戴着棒球帽离开宾馆, 这些东西全部都清清楚楚写在这张纸上, 罗城警方推测, 他们今次所面对的空手很有可能就已经制定了一份很周密的杀人计划, 而名单上面其他人很有可能已经死了或者是高度危险之中, 来不及想那么多了, 警方是逐一去打名单上面的联络电话, 最后他们发现有一个叫謝代伟的男人已经联络不到, 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打不通, 而在这个时候在场的调查员又发现了一个相当诡异的线索, 经过警方调查发现这个謝代伟正正是受害者謝永五个爸爸, 但根据之前走坊调查的结果, 这个謝代伟在案发当日中午十二点接到一个电话, 然后拿着聶枪和带狗上山打猎, 根据警方推测謝代伟很有可能就是和犯罪嫌疑人一齐而他应该不知个小子被人杀了。 时间来到案发当日下午五点钟左右, 罗城警方派了一队搜救小队, 而且带警犬准备上山去找已经失踪五个多钟的謝代伟。 謝代伟去打猎的这座山叫柴虎山, 山上那些草生得非常茂密, 而且整座山几十里, 警方想要在山里找一个人, 其实就等于大海捞针那样, 不过比较好彩。 警方在山脚下面发现到謝代伟那架皮卡车, 大车里面凶无一人, 搜救小队唯有在警犬的引渡之下开始进去山里, 在靠近山顶的一片松树林里面, 警犬突然之间变到异常地兴奋, 结果他们发现了一只狗, 后来经过謝代伟的爸爸去确认, 这只狗是他们养的猎狗来的。 而在松树林的边边, 手救小队亦发现有一个人躺在草堆那里, 他的臉被草帽遮住, 看似好像在休息。 而警方拿走草帽之后, 謝代伟的爸爸好快认出他, 这就是他的儿子謝代伟, 比较可惜的是手救小队离迟了, 謝代伟的头部有大量血迹, 警方推测兇手作案工具, 好有可能也是棍、铁棒之类的鈍器 和宾馆的两个死者相似度极高。 到目前为止, 这一个死亡不记的名单上 已经有三个人被人杀了, 跟着下来会是谁呢? 这个嫌疑人到底是什么人啊? 为什么这么深仇大恨写了名单出来呢? 在謝代伟遇害的松树林现场, 罗城警方找不到任何空气, 而謝代伟随身攜带的叠枪也不见了。 即是说, 这个空手的危险程度再一次升级, 因为他手中极有可能拿着两支枪, 到底他现在在哪呢? 在这个树林里太安静了, 好像什么都找不到, 面对一个这么危险的人物, 每一个参与这案件的警员都受到很大的压力。 去到案发当晚7点左右, 公安局又传来另一个不寒而落的重大消息, 技术人员终于将这百多张碎纸片全部拼接完成, 整个死亡名单足足有三页。 除了第一页所列出的八个人, 后面两页所列出的十八个人的名字和电话加上, 一共是26人, 当中有三个人已经死了。 根据他们的调查, 警方发现空手所记录的这份名单是有讲究的。 上面主要列出了三个部分的内容, 其中第一个部分就是物件准备清单, 第二就是完成这些客人的名单和联络电话, 第三就是乡下的客人名单。 好明显, 上边的人全部都是空手准备要杀的目标, 而在乡下的客人名单这个版块里面, 好清晰地写着一句说话, 除此之外, 无论是大人或是小朋友, 见一个, 杀一个。 这个这么平凡的语言隐藏着一个暗示, 作案的空手是想将某条村所有人都送走, 他是想逃穿, 而排在乡下客人名单的第一位就是一个叫 去许譚飞的人。 警方根据调查之后了解到, 这个男人就是罗承圆其中一条村的村主任。 这个地方叫立洞团, 他的位置就在謝代委遇害的柴虎山山脚底下, 所以警方推测, 这个许譚飞很有可能就是空手下一个目标。 来不及想那么多了, 完成的警方即刻派了一队人去到许主任家, 当他们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已经是夜晚7点45分, 比较幸运的是许主任正在安然无恙在家看电视。 但是空手是极有可能随时过来行空的, 整个地方五百多个村民都在高度危险当中, 警方唯有兵分两路, 有一个小队留下来保护许主任, 另一个小队开始走访每个家庭, 就跟他们说尽量不要出门。 而同时警方也问许主任, 有没有什么人跟他们全村有一个很重大的矛盾呢? 他想了一阵就说了个名字出来的, 这个名字叫谭文慧。 而根据许譚飞的介绍, 这个谭文慧她当年49岁是罗承苑立翁乡人, 她原本在立翁乡中心小学做老师, 后来下海经商是当地一个有名的生意人, 由她的样貌来看, 就不是凶神恶煞。 在许譚飞的印象里面, 这个谭文慧她与村民的交往都很和谐, 平时是没有任何矛盾。 唯一的冲突就是没几久之前, 村民将她的树苗拔了, 但事后谭文慧亦都没有做任何反抗或不满。 所以许譚飞不相信这个斯斯文文的人 会做出送人上西天的事。 但警方将宾馆监控影片截图递给许譚飞看, 她一眼就认出走出房的疑犯就是谭文慧, 种种迹象表明这个面容和善的人就是作案兇手。 警方推测, 譚文慧在柴虎山杀了借代委之后, 就潜回去立洞村继续行空, 一是就已经在公路上开车走。 于是乎警方连夜调了个百个警员, 其中一个小队入到村继续搜查, 而另一个小组就在公路路口切关卡, 希望可以拦到她下来。 这个时候已经去到案发当晚9点35分, 天都黑了, 但警方对她的搜查依然一无所获, 在这条这样的村里面, 每个人现在都好紧张。 突然之间没多远, 有两声的窗声, 砰砰的出来, 到底是谁开窗, 是不是又有人死了呢? 跟着窗声的来源, 罗城的警方去到村口多远的一条河边, 发现到一个叫蒙显成的村民坐在原地。 他就说, 事发的时候, 他在河边电雨, 突然之间后面有一个人向他开了一枪, 在他耳边经过, 当时他以为猎人打猎, 无想到那个人又向他再开了一枪, 这个时候他才反应到原来那个人是来杀自己的, 幸好的是, 当时河边黑蒙蒙, 他才无被人打中, 逃过一劫的蒙显成下意识, 就举起个电雨肝进行反击, 在混乱的搏斗里面, 行空者的武器就被他打落了。 然后警方在现场发现被打断的聂枪和子弹壳。 经过家属的辨认, 警方确定这把枪就是借代位的聂枪, 而这个时候, 警方在河边的草丛发现另一把手枪, 会不会就是谭文慧丢下的枪呢? 警方也无想到那么多, 是即刻安排警员沿着河边进行搜查, 大约半个小时后, 当地派出所接到一个电话, 电话那边的人说自己是谭文慧, 他和警方说想要自首。 这个那么突然的举动, 令到警方很惊讶, 他担心这个人是假自首, 因为他一日之内已经杀了三个人, 作案手法非常残忍, 而且他在名单上是清楚写着见一个杀一个, 这句说话令到警方很担心。 而为了安全起见, 罗承警方的决定和谭文慧继续进行沟通疏导, 经过几次的电话沟通之后, 这个兇手终于同意去警方指定的地方进行自首, 而罗承警方是安排了全副武装的警员去到指定地点迎接他。 时间去到当日晚上10点26分, 嫌疑人终于被罗承警方緝捕归案, 在审讯室里谭文慧交代他如何一日之内连杀三个人的疯狂行为, 到底后面有什么杀人动机呢? 作为一个生意人, 谭文慧对警方说他很后悔做了这样的罪行。 10年前, 他曾经在立雍乡中心小学做语文老师, 每个月人工2000多元, 他与老婆小朋友一家三口原本就可以过一些非常之好和安稳的生活。 但是去到2003年, 新年期间一直安分守己的谭文慧, 以外受到一些强烈刺激。 而在新年期间, 他发现很多同学和村民竟然透过做生意发家致富, 于是他不想执书, 开始行动了。 趁着当地林业改革, 首先辞了份小学老师的铁饭碗拿了全部的积蓄, 后来又和银行借了7万元, 谭文慧就和朋友承包了一块林地。 没多久, 他就在生意中尝到甜头, 于是乎开始进一步扩大经营。 在罗承苑的立庸向他承包了很大面积的土地, 还在当地开了木材加工厂三年。 他在完成到买新楼, 过着大家眼中的好日子。 但是好景不长, 原来一起创业的两个朋友謝某, 还有謝代伟, 他们和谭文慧闹出了经济糾纷。 在他自己眼里看, 謝某和謝代伟不是真心想和自己合作, 他们不投钱, 只是想要干股, 而且在生意资金周转困难时, 两个人竟然擅自帮他借了不少大耳朵数。 而且不理生意赚不赚钱, 这两个人每年都会找自己要分行如果不给, 就要威胁自己。 有一次, 謝某和謝代伟两个人, 还将谭文慧拉到上山的水庫旁边打了他一锅。 经济上的矛盾, 令到这几个合伙人的关係越来越紧张。 而同时, 谭文慧的林業生意亦因为扩张过快, 开始出现问题。 他就向亲戚朋友信用社, 甚至是高利泰借了不少钱, 大量的债务押在他身上, 他已经呼不出气了。 就在这个时候, 立洞村的一个村民, 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立洞村后面的山林, 谭文慧投资了七万多元, 就准备去种一些快速生长的安树。 没想到村里面的人一听到这些树会破坏水源, 就不给他种, 而急需翻身的谭文慧就无理会村民的反对。 于是乎, 在树苗刚刚种下去没多久, 整条村的村民集体出动, 将他的树苗全部连根拔起。 面对压力和绝望, 他就开始计划去杀人。 他认为唯有送走这两个, 拿干股又不做事的人, 他才有生路。 于是乎, 他开始制定行动清单。 而他这么极端的思维又引导着他自己, 竟然是将整条村的村民 纳入去他杀人的清单上。 去到2013年3月26日早7点钟左右, 谭文慧首先去到玄城中心区的一间賓館, 就预订了三间房, 然后在早9点钟左右, 打电话叫謝某过来见面。 见面的原因就说要还钱给他, 由于是乎, 謝某好开心地, 跟着谭文慧去到宾馆的716号房。 去到房间里面, 谭文慧首先是引导謝某坐下, 去计他所欠的全部债务。 然后他用事先准备好的铁棍, 送走毫无防备的謝某, 清理完房间之后, 又打电话叫小五过来宾馆。 个理由就是, 他要将钱还给小五个爸爸, 借代偉叫他来带领, 而小五入到716房间之后, 他就用同样的方式送走小五。 落手的时候, 谭文慧做不到一招致命, 于是乎两个人在房间做了个好激烈的搏斗, 打了近半个小时, 最终他就将小五送走。 但为什么要杀死无辜的小五呢? 谭文慧说他准备送走的是借代偉, 但他担心在事后借代偉的儿子小五会报复自己的儿子, 所以他决定先下手为强, 首先将借代偉的儿子小五杀了先, 以绝后患。 这样的杀人动机, 警方听完之后都好惊。 而在离开宾馆之后, 他为了避免屍体太早被人发现, 于是乎他在前台逐了荒废, 然后告诉服务员不要去打扫房间, 而他预定三个房间的原因, 就是为了避免服务员太早去打扫房间。 离开宾馆之后, 他去到借代偉家, 若他想亲打猎一路上, 谭文慧都找不到下手的机会, 最后两个人去到一片松树林里面。 谭文慧跟借代偉说, 可以撿些蘑菇回家滚汤喝, 于是借代偉放下聂昌蹲在那里, 站在身后的谭文慧, 趁机对着头离了一棍, 借代偉都被人杀了, 得手之后谭文慧就顺着夜色去到立洞村。 原来这个时候, 他已经见到有警车在村口, 于是乎他就无入村了, 而是顺着河边慢慢走, 果然他遇到一个电鱼的村民, 黑蒙蒙的情况下开了两枪, 结果一枪都打不中他, 后续的搏斗里面, 他亦都没了自己的武器, 警方失措的谭文慧猜测, 在村庄周围已经布满警察了, 于是乎他决定投案自首。 在知道谭文慧就是幕后空手之后, 整条村的村民都很意外, 他们不敢相信一个内念又文静, 平时连杀鸡都会怕的语文老师, 竟然是可以制定了一份这么长进的杀人计划, 而且采取一个这么恐怖的行动, 在2014年11月3日, 港西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谭文慧, 因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中生, 再加上犯有非法持枪罪, 判有歧途刑2年, 濫罚林木罪判刑2年, 罚金2千, 数罪并罚, 就决定執行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中生, 罚金2千, 公开审判结果出来之后, 过来围观的村民不肯走, 他所犯下的罪行, 是令到受害者家庭有一些不可挽回的伤痛。 那不过, 其实整件事都是事出必有因, 如果他那两个所谓的股东, 是能够正正常常的跟他沟通, 去做生意去帮手, 应该出多少钱就出多少钱, 可能就不会变到今时今日这样的地步, 你拿得人家的好处, 那人家要找你报仇收回他, 那其实都是无办法的一件事来的, 不过, 杀人始终都是不对, 特别是, 他写完一个这么详细的计划, 打算去逃穿, 是相当恐怖的一件事来的。 好了, 今集和大家看到这里先咯, 大家有什么想讲, 下面留言咯, 那我们下集见咯, 拜拜!